其他的那个产生的 那个问题的结果大概长什么样子 有个轮廓就够了 不用像以前那样那么辛苦 我发现以前的人真的很辛苦 光自己买书回去 然后打了半天 然后bug bug就卡住 卡住就不知道怎么办 对 最后其实真的是很痛苦 OK 而且买那个书也很贵 对 但是我觉得有恰意比例说 这样学其实就够了 我觉得OK 所以这个顺便讲一下 因为同学有提到 而且也try 应该也需要吧 如果你有eSale 我想目前应该没有一个软体 能够像eSale这么的通用吧 我觉得 第二个的话 应该也没有一个软体 像eSale这么长寿的 因为这个软体 它什么时候产生的 Rotus后面 对 所以你应该蛮资深的 还听过Rotus123 Rotus123简直就是 如果以下来看应该是博物馆级的人 因为那个是 因为eSale大概最早是因为贾伯斯跟比尔盖茨提出需求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Mac上面写一个试算表 然后贾伯斯就欣然接受 因为他们是朋友嘛 而且他也可能付了多少钱他没讲 这样 可是呢 做出来很好用 但是隔年Windows上面的eSale也出现 那贾伯斯就觉得你完全票 所以那个好像他自转里面就很痛骂那个叶盖茨觉得他这个人简直是 所以最早我记得好像是已经超过30年了 好像是1986吧还是 蛮久以前的1986你们查一下Google查一下那个 维基百科里面其实都有提到 那VPA到目前为止 VPA是后来出现的在1993年吧 好像距离现在已经31年了 所以其实eSale跟VPA都算是 如果以软体来看的话 他已经算是这个博物馆级的等级的软体 但是为什么可以存在这么久 这我也觉得是蛮压抑的 似乎很少有一个工具 可以像eSale存在这么久 而且历久彌新 他的市占率不仅没有降低 还提高 而且这个软体是要钱的 他其实对手很多是完全免费 像什么VPA Office 全部免费 但是还是没人用 像在台湾的市占率 从好像70%几 现在已经95%了 而且好像还在增加 等于是以前想要用免费的那个Office的 通通都投降了 OK 所以其实这也蛮妙的 但是不可否认 eSale真的是一个 快要省一般的存在 所以你说真的 你现在要取代他怎么取代 很多公司 还有很多公家机关 为了要省预算 就不要付这个钱 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 就是员工没办法工作 老板讲说 老板你没有给我eSale 老板我不会用 或者说Evac Office 老板我不会列印 因为列印出来的表格都乱七八糟 他说 然后要找人家去 教育训练好了 办一办 办好很多场中 老问题还是存在 老板干脆算了算了 好了 还是花一点保护费好了 对 所以 台湾每年交给微软的 那个金额 你们查一下 我记得不知道几十亿还是多少 也是非常的昂贵 但是你不花也不行 OK 所以 大家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刚刚提到的 如果要产生那个 Function的话 其实很简单 我刚刚只有一个语法 请帮我改为函数 或者请帮我改为Function 就这么简单 所以其实我觉得 恰律律你不用 跟他讲太文言文的内容 我觉得你就是给他一个很平铺直序 他如果不懂 你再给他 再给他 再给他 OK 反正他就一定帮你跑出正确的结果 另外的话底下我们还有其他的范例 所以刚刚那个 第二个单元底下 你有那个成绩 成绩 成绩这个我就不做了 其实差不多 我们这个成绩的 这边我其实有一段叙述 已经打好了 请帮我撰写一个派上程式内容 OK 就把刚刚那个叙述打在try 上面 然后呢我就让他跑 结果程式写出来了 但是里面其实他一样写成dif 跟写成try 所以你底下也可以跟他讲说 我不要dif 也不要try OK 所以你假设你不要什么 不要dif 然后和try 因为他有时候会有 如果没有那就不用了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也听得懂 他给你一个版本就是没有try 也没有这个dif 那我刚刚有提过 如果你的程式只是很简单逻辑 你不用dif 也不用try 因为dif主要是写成function try的话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例外的状况 要捕捉 那如果这些你暂时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不要 然后呢 把这个复制一下 理论上应该OK 然后把它贴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产生一个新的模组 插入一个新的 再把它贴上 OK 放大的话就ctrl加 放大一下 好 写完喔 那最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们思考 理论上应该会长得跟我蛮像的 不过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一不一样 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 它的input的外面 它是用的是什么 用的不是int 而是用的是float 有没有 你说老师为什么他这边会用float 主要原因很简单 主要原因很简单 如果你输入了词 只会有整数 那记得用int 但是有小数点的话 就不能用int int只适合用整数 如果你会有可能有小数点的话 那请你用什么 用float OK 不过还有个问题 那你说老师那如果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怎么知道我成绩有没有小数点 如果有小数 如果没小数点你试试看 执行看看 OK 看会不会对 如果输入没有小数点 比如说90分应该是a enter一下 它没问题 所以float的话 理论上 它一样可以接受整数 和小数点 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用int 可是你缺了小数点 比如说我这边把它改int ok 所以int 对然后run的时候 可是你缺给它有小数点 90.2好了 OKenter 会怎么样呢 试一下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马上出现一个bug 有没有看到 这个bug 它一样 随特以后注意一下 Python会告诉你你错哪里 请你看一下 最关键的那个错误讯息 就这一个 它不叫typel 它不是形态错误 因为之前是 明明你要的是这个数字 整数 但是你却给它一个文字 那叫typel 那这里的话 那这里的话叫valuel valuel valuel的话就是你的值是对的 也是数字 可是却有小数点 有没有 因为int的话呢 它只接受没有小数点的数字 所以如果你给它数字 但是有小数点的话呢 它就不接受了 所以底下有个叙述 它说它这个地方只能够用int的话 它不能够接受有小数点 那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你就记得 可是麻烦 这个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 有小数点 什么时候是没有小数点 所以记得int就是整数 floater就是有小数点 另外的话 我建议各位可以另外再记一个函数 这可能要额外记的 就是你说老师那我根本不确定 我有时候有的时候没有 那如果假设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再记一个叫evo eval 这个eval 这个e的话应该是value 意思就是说呢 它会自动帮你转换 所以evo的这个函数的话 我觉得还蛮重要 蛮建议各位可以记 如果说假设你的数字质量 不确定是否有小数点的情况下的话 那其实你是可以用evo ok这个我觉得会比较通用 所以以后你看到 这个evo的话 它其实就是怎么样 会帮你根据实际上的情况 来帮你做转换 ok evo 这个蛮重要的函数 所以试试看 执行一下 如果我今天输入是90.2 刚刚会出错 按enter 这个时候就不会错了 如果输入90 理论上应该也不会错 有没有 evo 就万用的 ok 那再来的话呢 底下还有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 这个叙述的话我顺便讲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 它print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有一个这样的嘛 乘积等齐 然后后面的话呢空一格 那这边的话输出结果 根本发现 它这个叙述 很特别 这边多一个大瓜糊 有没有 然后里面的话呢 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呢